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个厌恶 特别是你看这个头雕 一看就是王力宏的脸 欢迎各位这次收看虎步骑士的冰星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43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 用一点闲暇时间跟大家分享一款官方的小比例玩具 可能有人又要问了 一天到晚用闲暇时间 你到底什么时候有比较长的闲暇时间 做点比较大的玩具呢 嗯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那其实我们做影片也真的都是抽生活当中 觉得其他重要事情都做完的时候来拍这个影片了 所以真的是很琐碎的小空档 里面去把它就制作一些把玩玩具的分享心得 如此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如果有时间比较长的休假 或者是说真的是一些其他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都完成的话呢 我就会挑一些复杂度比较高的玩具做分享 那做小比例玩具呢 一方面也是调节我的身心啊 让我这个心灵呢得到一个休息 毕竟把玩玩具还是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个管道 那今天的这一款哈罗 它是哈罗 这个使肉魄还没有成为洛迪文至尊 它是一个指挥官级的玩具 然后我们先对比一下啊 这个Kingdom系列以来的其他几款小比例玩具啊 我们站到它的身边啊 做个身高的一个对比 其实身高可能差不多 但身形比例好像没有说完全统一啊 这个OP的个子应该要再大一点啊 Megatron应该也是要再高一些 那无所谓啊 这个单看一个玩具呢 可能觉得搜索 但是你一字排开 即使结构简单的官方的玩具的话呢 也是一样非常有架势的 那今天的这一款哈罗 我就从以前我就不下数次的表现出 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个厌恶啊 特别是你看这个头条 一看就是王力宏的脸 非常非常的扎 一开始我就不喜欢这个人物 所以我还是蛮有世人之名的 它呢附带了一把大剑 那这个大剑呢有点意思啊 上面有一些类似于是电流的刻画 它的一个握持的话 是根部的话呢 是比较细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啊 它这个缩小的拳头的一个体积 又可以达到握件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后面脑袋是整个是空的 这个脑袋空的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是变形的需要 对这个脑洞开很大 这脑洞真的是开得太大了 在变形的时候呢 它的脸是要朝下吃灰的 那如果说你自作通平 把它头转180度的话呢 将会无法完成正常的变形 它这个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 后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零件会去占到这个空间 所以把脑袋给挖空了 真的是 为了能够变形 把脑袋都给放空了 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就很多的球形管节啊 能够提供它大部分的可动 除了拳头跟腰身无法转动之外 还有脚踝啊 大概你能想象能动的位置呢 它差不多也都能动了 那球形关节带来的一个缺点 就是比较偏松啊 宽部还好 它的这个膝盖后方 我手上这一款已经是感觉是比较松弛一点了 那人形的比例我觉得算是好看 然后 呃 先前的之前吧 以官方来说 应该 上一款指挥官级的 Hara应该是这个 这应该是 Combiner War时代吧 推出了一款玩具 那两者看上去 其实还真的是有个蛮大的一个差别 它的武器啊 是可以拆下来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就就就就就 我也忘记是怎么能扣在后面 我就我就忘记了啊 那没关系啊 我们今天的话呢 重点还是讲这一块 那它的变形有点有点意思啊 以指挥官级的玩具来说 这一款还算有点小惊喜啊 那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和这个地方给打开 然后我们把手臂啊 胳膊的话呢 透过这个转轴直接往上推上去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凸啊 它到时候是要扣在 内部是有一个接合卡扣的 在这个地方啊 把它给扣进去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 直接往上踢啊 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再来的话 两腿的话呢 先把它给往两侧稍微打开一下 侧边这个部件呢 把它往上推上去 这个地方呢 没有打锚钉 有时候是会脱落的啊 有时候是会脱落的 然后这个脚的话呢 侧边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 到这边 那这里也是一样 你也可以先打开到侧边 再把它的这个部件 给往上推上去啊 我这一侧 你看刚已经有点松了 然后这个时候要先做一个步骤 把这个地方给往下放啊 因为它这里会有两个凸 就这两个凸 这两个凸 要先让它下来 下来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车子的这个地方啊 不是有一个缺口在这吗 要先把它给包覆进去 这个地方把它给包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啊 把它给咬合进去 这样子 然后两腿中间呢 再做一个合并啊 然后左右两侧做个合并 那严格来说的话呢 它这两侧的话呢 也是有结合卡扣了 这个地方要扣上去 然后在这里啊 会形成一个凸 一样是要扣到这里面来 那你前面这里 尽量先把它捏合一点之后呢 再把它给往下压 那这里就是我提的啊 你这个地方往下压啊 如果你把头啊 转180度的话呢 它的脸会凸向里面 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扣上啊 所以呢 这个脑袋后面空的是为了变形的需要啊 千万不要止责这一点 那如此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让这个家伙呢 在下面吃土了啊 这个我是完全可以接受 让哈罗吃土的 然后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滚动性还可以啊 没有问题 虽然不是毛钉 但还算流畅 武器 扣在上面 先看一下这个样子啊 好 把它扣上去 其实我觉得还不赖啊 这个不是我的标准放低啊 是我真的觉得这个配色还可以 有一个蓝色的一把剑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然后它的这个车型呢 一样是一个前面尖尖的这个造型 它这个摸起来有点像这个FOC Fall of Cybertruck The Last Class的那个Size Swipe 那个感觉有那么一点像 那玻璃的话呢 并不是水蓝色 而是涂成了一个白色侧边增加了这个排气管 那我们就就就干脆把这一款啊 也做个简单的变形好了 它这个变形比较简单了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把它合并起来 然后这个不见 哎 哦 这就往往上面 这里推过来啊 推过来 然后后方的话呢 做个简单的合并 脚做个合并 这个很多年没有玩这款玩具 然后这里把它给扣上 然后拳头这里就直接转进来 然后侧边转出去 这里翻进来 拳头翻出去 捏捏压压压啊 就完成它的一个变形 这个呢 也是官方的一个小比例玩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简单 然后这个扣上去 好了 这个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 这个 应该是已经有 应该有六年六七年前的这个 然后还有这一款 认真要说的话呢 单纯就车型来看 其实这一款也不差 因为它的轮胎很大 看起来就很有力量啊 但是作为一个科幻系列的车子的话 可能这一款比例会比较斜掉 但是我个人的偏好 我喜欢轮胎 能够能够尽量做的大一点 而且它的一个外面啊 这个轮框 可能这是比较偏近地球的造型吧 然后这款的话就是外露的这个图 这就结合了像是扭扣一样的东西 然后车尾 那都是一个人的脚掌啊 然后武器收纳 那这一款就直接是架在上面了 这个呢 则变成它头顶的一个部分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这一款官方最新的小比例的 为什么要讲小比例 以前没有在讲什么官方小比例的嘛 就是这个核心级别的一个玩具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